主席,我是發言堅決反對 2016年以準註冊修改條例的草案成立一個選擇委員會 主席,我用這個堅決反對 意思就是這個議案發出到今天 我覺得是不容許再橫山枝節 再支台山枝 就是應該有一個了斷 說實上大家都明白 今個會期到今個禮拜五六十二點就終結了 成立這個委員會根本是一個不現實的行為 只是一個逮捕決定義 所以我是堅決反對 當然,主席 如果今次的修改條例不能通過 大家期望已久的議會改法 可以說行人止步,寸部難行 大家都不想見到 已經肯定這個醫患關係會更加撕裂 我相信也會破壞了醫生的專業形象 當然還有很多後遺症 所以我堅決反對 是副委員一個專門委員會 按整整個程序去繼續三個討論 當然,林鄭師姐曾經說過 很堅決地說過 我不會就這個條例作出任何修改 撤回或者調動 但如果政府能夠審詞博誓 進退有據 軟硬堅持 覺得目前的情況 為了這個不悔症 私營不悔症的情況 我條例作出通過 或者為了消防條例的修訂 我又作出通過 作出一個政治的妥協 或者政治的讓步 調動下的 我亦都不會反對 亦都會贊成 當然,這件事 至於政府能不能夠重遷而留 明察現時的情況 懂得現時的情況 或者平衡的輕重 這些留待 政府自己去解決 自己去決定 總之 我是會支持政府做任何決定的 剛才我聽到楊樂喬 有一個新進的明星 加入議會 我發現他是贊成這個 成立這個專政委員會 就這個議題討論 我覺得他的發言 是有些思覺失調的 亦都欠缺邏輯的 可能 我不知道 楊議員 我搞不清楚 他的師父是梁家傑 還是湯家傑 我搞不清楚 不管是誰都好 我就體驗了 梁思 明思不定出公圖 有時候 明思是出一些 發洩低一點的議員 剛才楊學調議員說過 令我搞不清楚 很多事情 因為他把這個責任 說成什麼呢 就是梁振英 為什麼要推這個條例 因為他想移民為敵 他喜歡農權 他喜歡搞亂香港 他還把李波事件 ICAC最近發生的 一姐的事件 拉在一起 這些我覺得 他真的是想借助這個條例 這個嚴肅的條例 那大家都渴望要去修改條例 是肆意批評特首 沒有用特首 這些信口痴黃的議員 其實我們都要小心 因為我過去所認識的律師 是要講證據的 他剛才把這個條例 承認這個專委會 靠上這些 藉口 或者這些理由 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 沒有事實的行政的 完全靠他個人的猜測 去猜測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 不論為甚麼 藝人議員的樣子 是很正派的 很白實的 也很廣東理的 我和我的期望是有落差的 不過怎樣 這也是你的意見 剛才你還說到 我的議員服 你還要解釋你們的投票 即是 只嚇我都答了 是吧 這個幫元發的投票 我真是大開眼界 是吧 通常買一大包 或只嚇我都買 是必輸的 是吧 除非那場是腰斬的 所以 沒有立場的投票 永遠都不會贏的 所以 即是 封界的議會 我發股中人散的 其實我猜不到 梁家樓議員 林別秋波 是打一番這麼熱的 即是 即是 根本是拿著 換火水 引火自焚 在議會周圍燒 即是 本來我們的議會 都已經一塌糊塗了 當然我都有責任 那讓他燒一燒 過去兩三個星期 整個議會 都坦漏了 坦漏了 我出去見人 或者跟朋友聊天 他們都做一句垃圾會 又一句垃圾會 我都以為自己回到將軍澳 堆錢堆開工 以為和那些垃圾組 一起說話 所以我覺得 那家樓 即是 今晚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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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回到來 就正正正正正 大家檢查一個統論 這句議案 即不管贊成好 反對好 即我們進行一個激烈的辯論 以理屠人 希望 在議會之前 通過好 不通過好 都不要妨礙著 跟著兩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 不貝金之前 骨頭銀行修例 和消防潮例 現在我認得你 都八年了 即是你一向的性格 都很獨特 不過 我估不到你今次 真是走科任务 為了這個目的 就是 不擇手段 即不擇手段 即你口口聲聽 拿著 專業自主 這個其次 這個口號去做事 實際 正如很多朋友跟我說 你根本是妄固了公眾的利益 梁醫生 你是做醫生 梁卓偉也是做醫生 但為何梁卓偉醫生呢 他最近 早兩天在電視台上 直作訪問 我發覺他做人很理智 這位醫生 很講道理 要面對現實 他都說 根據《基本法》第132條 是要尊重專業自主 但專業自主 就不能夠凌駕整體的公眾利益 那你這個醫生 梁醫生 和各位梁醫生 剛剛調轉 就是將整體的領域 凌駕於專業自主 所以有時候 搞到香港人 都分不清楚 哪個醫生 說話是對 還是錯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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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呢 這個改革呢 大家都吵了很多年 我們都知道 一直這麼吵 紀念事故經常發生 我們經常都投訴 醫療事故的申訴 審議 很多問題 存在很多漏洞 都希望去改革 希望有所改變 然後可以幫到 有需要的人 亦都可以 令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可以得到解決 但是 你都知道了 關注兩個口 如果政府想做一些事情呢 可以找一百個理由去做的 如果政府想不做一些事情呢 可以找一百個理由不做的 過去曾經權政府 以至 港澄華政府 他們只是不想做 所以他們就任期間 一直都沒有做 這次呢 楊振英 我要搶他一切 他真是急市民所急 明白有需要 還想做一個有為政府 所以他提出 他提出 他提出 當然是通過局長 因為進來一個改革 其實你要珍惜這次呢 現界政府呢 這次的得證 如果我們不珍惜他 他經常都說他 又不做事 又不做實事 只是講過 講了等於做了 吹水 對嗎 這個我覺得對他 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呢 這個副委 這個專責委員會呢 可以得到大家同事的反對 不要通過 如果通過呢 我們就可能大家一起做一些 就是小學雞的事 我也聽過 林煥江講過 如果我們把所有事情 不負責去做 很過人化去做 不從大國去判決呢 這個行為就是小學雞 小學雞的什麼意思呢 就說你心肯不成熟 喜歡療事鬥非 沒有那時候搞那件事 所以搞這個專責委員會 今天沒有那時候搞那件事 明知搞到通過了 都沒有時間去處理的 這就是沒有那件事搞那件事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 不要一起跟家樓醫生呢 一起做一個小學雞 其實這次發生到 這個以來發生到今天這樣的辯論呢 政府都是有責任的 政府都是有責任的 因為現在整個社會呢 就撕裂得很厲害 和他們都很厲害 就目前的形勢 我可以告訴你啦 高醫生 所有的民生議題好 或者是經濟議題好 都是會被政治化的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是沒有一個官員可以改變 也都沒有一個官員可以逃避的 那你是一個政治委任的官員 要處理的 大大小小都是一定跟政治議題有關的 那如果你一廂情願之 哎呀你不要把民生議題政治化啦 我說清楚啦 除了天荒夜譚之外呢 你根本就是一個 脫離現實的想法 是自欺欺人的 因為你根本就是政治 人民的官員 你就要處理這些政治事情 你怎麼可以期望這些事情 是不會政治化呢 今天修改革委會的修訂條例草案呢 其實已經有一個民生議題 慢慢慢慢演繹成一個政治議題 而且演繹成一個政治的風波 很坦白啦 今次修改成與拜呢 不單是決定了委會會可不可以改革 也都是很影響政府的管治威信 民望 也都可能影響今屆政府的首長 包括局長理 將來能否連任下去 為市民服務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其實很多後遺症存在的 我都很希望呢 政府真是 今晚就是睡醒覺啦 好像阿夏琳 睡覺時睡想想 整個形勢盤旋下 是應硬啊 還是應遠啊 應堅持啊 還是應妥協啊 應退讓一下 就是應勇往直前啊 這個代價呢 你們一定要明白 你們要付上的 另一方面是局長 我可能今次在議會 最後一次跟你在議事堂聊天 我自己有些事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經常在這裡說 今次呢 很多人反對你 所持的理由是憂慮而已 沒有事實根據的 如果 就不希望呢 這些憂慮或者疑惑呢 是主導了整件事的 老實說 局長 憂慮呢 不一定有事實跟證明的 人務院是必有近憂的 所以我擔心我將來找不到 整個擔心 我擔心 沒有屋住也是擔心 那些憂慮呢 不一定有事實證明 你不要說我自己憂慮 你將來沒有屋住 你舉試吧 將來你買不起樓啊 你在讀書啊 你買不起樓啊 你不可能有人舉事實的 做政府官員就是怎樣 我要什麼呢 就是解決市民的憂慮 市民有憂慮 又擔心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 你將憂慮拿到事實出來證明 告訴他你出來怎樣 從什麼證明 你要分析他的憂慮 幫他分憂 解決他的憂慮 那是一個局長 你經常走出來 就經常說 我很擔心 我很傷心 我很痛心 那這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當然我可以明白你的情感的表達 很欣賞你 憂慮憂憂憂心 但其實以為你花時間去憂心 擔心傷心 你應該多分一些時間 去找個梁家樓 找個反對你的 和他深入淺出 和他 句細無謂地逐條逐條解釋 如果你不敢做 我更加擔心 以後每個人都用這個思維去處理問題 處理民生問題 經濟問題 都是擔心 擔心 好像我有些多批評 財爺的 他經常說 我們的經濟前景 令人擔憂 他也好 有時候都說 我密切意 對形勢發展 我密切關注 雖然到現在都沒有什麼 應對的調查 如何解決經濟問題 但起碼 除了擔心之後 他會密切關注 密切置疑 所以我希望還有兩天 你說多不多 少不少 二十幾個小時 如果明天 這個 副委與一國專政委員 否決了之後 正式進入這個三獨 正式全體會議討論 我希望你可以抽個時間 和梁家樂 這個中夥者 這個到處放火的人 坐下談一談 第一 叫停止放火 不要搞什麼休會 拉布 第二 你和他解決 核心問題 如何令他明白 政府是沒有操控 這個委會的企圖的 他擔憂 你如何釋除他的擔憂 這個公民粉絲層次 是